非洲远去,形成一层光幕,尽管外面风生乎乎,但内部十分宁静,王轩第一次催动这种宝物横度高空,有种新奇感。 他在仔细感应,万一超物质耗尽,非洲坠空,那乐子就大了,他会被活活摔死。 现在他在评估,非洲究竟可以远行多少里,为以后的战斗与逃亡积累经验。 目前来看,他比较满意,难怪上次需要分很多次为非洲注入超物质,他像是个无底洞般。 没有必要再浪费超物质了,他确定,非洲补充一次超物质后,能飞行很久。 这时,隐身服要失效了,被人看到这样一艘非洲在高空中远行,万一被战舰击落,那就悲剧了。 试了服衣去,王轩远离康宁城,握入数百里外的山林中。 就此失去踪影。 外界,一片热议,超级财阀,孙家遭受攻击,建筑物被摧毁大片,人员死了数十人,绝对是大新闻。 进攻孙家大本营,谁这么生猛,有点逆天啊。 各大平台上,人们议论纷纷,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,超级财阀本部被人杀得人养马翻。 多少年没有这样的事情了?该不会是建筑出手了吧? 孙家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,引发他这么大的怒火? 第一时间就有人想到王轩,没办法,他与孙家对抗得最激烈,上一次双方可是杀出了真火,彼此不可能善了。 目前通过一些监控设备来看,疑似不是王轩出手。 有人开口,今天孙家附近超凡物质太浓郁了,各种探测器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,大面积的损坏。 只有很远的地方,那些探测器才能有效捕捉到部分画面。 有一个血色身影与一个机械人大战,杀入地下了,然后孙家那里各种事件频频爆发。 孙家被教育了,不过,那道血影到底是什么怪物?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,催哭拉朽。 外界,无法平静,各方议论纷纷。 现在大战还没有结束呢,周冲与五号机械人在地底激斗,场面一度失控,冲出地表时将一座商场都打穿了。 这波及到了普通人,现场很多人受伤,甚至死亡,留下大片的血迹,他们却依旧没有罢手的意思,而后又沉入地下。 这就有些恐怖了,在城市中开战,丝毫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,引发巨大波澜。 还好,这次周冲与五号机械人进入地下后,很久都没有上来,看样子在现时有可能就要愤出生死了。 那个机械人很特别,你们看到了吗? 他能对抗超凡者,竟同样在施展法术,还会变形。 五号机械人曾冲出地表,化成一艘微型战舰,火力全开,将周冲轰碎,让他遭受重创。 但五号机械人却很不满意,他只能解锁到二级状态,各种能量物质匮乏,如果是当年,他能捕捉非常强大的先天神魔。 周冲更是愤怒,他如果在全胜状态,觉得自己动用超凡规则,能抹杀成片的超凡机械怪物。 地下,两人沿着大溶洞杀到了暗河附近。 你有生命意识? 周冲又惊又怒,他觉得这个机械人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科技物品。 万物皆有灵,各自都在渡,列仙落伍了。 五号机械人居然一副深沉的样子。 他的一条机械手臂被扯断了,能量火花四溅,但他重新对接后,机械手臂融化。 那种金属像是有生命,如如而动,彼此粘合,生长,很快又恢复了。 周冲心头沉重,这种金属怪物实在难缠。 外界,采法了解的更多,一些大组织的高层人物,神色名众,尤其是忠家与秦家,作为超级采法,他们也有母舰,猜测到了五号机械人的来历。 昔日,月球上挖出五艘母舰,成就了如今的五个超级大势力。 他们第一时间与孙家高层通话,德西孙家确实被逼重启了母舰,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神秘机械人走出。 你们看到了吧,超凡者一旦作乱,会出现多么大的祸端? 所有大组织都应该联手。 孙家语气沉重,高层不断与各大财阀通话。 其他大势力都在认真询问,究竟是怎么回事,敌人是谁,为什么会这样? 孙家一时间有些沉默,到现在为止,他们还不知道得罪了大幕后的生灵,毁了一位绝世强者回归的通道。 康宁城地下,五号机械人又变身了,化为冰冷的金属炮,尽管它能量不足,但轰的一声,打出的能量光束依旧十分恐怖。 周冲的血影子炸开后,部分血液湮灭,消散,没有能回归。 它在线的血影模糊了不少,它的脸色阴沉无比,不得已催动真骨,消耗它的仙道本源,施展超凡规则。 咔嚓! 不远处,五号机械人被撕裂成四片,但是并未毁灭,它再次融化,重足几身,这次化成了一头机械暴龙。 轰! 它快如闪电般扑了过去,甘愿再次被超凡规则扫中,断裂为两劫。 能量炮也在此时轰中了对方,将那块针骨打了出来。 断落下来的暴龙头,一口咬住了周冲当年度劫后留在县市的唯一针骨。 咔嚓! 五号机械人像是在进行死亡翻滚,要毁灭仙骨。 周冲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机械怪物了,一会充满科技感,一会儿又成为超凡者,一会儿又如同原始的蛮荒巨兽,无所不用其极,现在都冻嘴咬了。 刺目的光芒爆发,金属暴龙的嘴里有能量光束绽放,打中那块骨,隐约间发出一声脆响。 周冲的针骨原本就有裂痕,是当年的天节留下的,现在有一道裂痕变大了。 这次五号机械人真的重创了它。 周冲的各种手段也都落在对方身上,超凡规则绽放,砰的一声,五号机械人变成了一堆沸铜烂铁。 它没有一点喜悦之色,看着仙骨上扩大的裂痕,整块针骨差点断裂。 这可是它留在现世的活性本源,需要慢慢去培养,去壮大,从而再速真身,可却在这里消耗了一部分。 活性本源是它的命,这样失去一些,比元气大伤害恐怖。 就在它催动飞溅,想将地上的金属碎块彻底搅成鸡粉时,它们急速冲向一起,融化了,而后变成一头金属豹子,逃走了。 五号机械人觉得,二级解锁状态,真不是这个神魔的对手,对方渐渐摸清了它的各种手段。 周冲脸色变了,都这样了,对方还能重组身体。 它再次动用超凡规则,它含声道,找到你类似精神的光团了。 五号机械人很特别,体内有类似精神体般的物质,分成多份,在不同的部位都有,很隐蔽。 吃! 超凡规则飞出去,接连洞穿那样的光团三处。 不过,金属猎豹没有停下脚步,如同闪电般迅疾,冲出地表,朝着康宁城外的母舰基地逃去。 周冲追杀,但刚出城,他就获得止步了,感受到了前方有些不妥,立刻转身,回归孙家那里。 然后,他就傻眼了,斩神奇呢? 时间不是很长,谁摘走了? 他有些不敢相信。 然后,他低头看向银色大中,道,你还有一魂一魄在外界,是不是你干的? 鬼先生喊冤,明确告知,他的一魂一魄必获在远方,躲在玉冠中,根本不敢轻易临近这里。 万一我无法炼化神中,死在这里,那一魂一魄还有复生的希望,我怎么可能让他去打更危险的斩神奇的主意? 袁洪呢? 周冲看到了地上的宝镜碎片,星辰下去了,他意识到,他离开的这段时间,这里出了变故。 他的血色身影颤抖,眼神森冷,那可是上古时代消失的斩神奇啊,好不容易再次出事,他就这样错过。 他走入孙家,察觉金色竹简也不见了,他一个量抢,有种想吐血的冲动。 然后,他是身体就是一阵冰冷,他以为自己是最早从大幕后回归的生灵,现在看来,应该还有更早的人,没准不止一个。 他看出了两座密库中的不妥,没敢踏足进去。 他让自己静心,这次他得到锁魂中,其实也属于上古传说中的神物了,即便不敌斩神奇,也差不了多少。 当想到这些,他心中好受了许多。 他无声地在孙家出没,想要补刀,将这个家族灭掉,他曾对大幕中的爵士强者启示,三天内解决这群凡人,而后再去想办法重新构建通道。 当来到那座神祠后,周冲心惊肉跳。 他的真骨就在身上,对神秘因子,对羽化灯仙的生灵最为敏感,感应到了神像中的真骨,然后更是发现对方生出了血肉,处在沉眠中。 一时间,他含毛倒树,这里果然又煮了,该不会是一位爵士强者付出惨烈代价,提前偷渡回来了吧。 他手持锁魂中,面色阴沉不定,大幕后的仙界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平和,连年征战,要不要趁此人沉眠,干掉对方。 但最后他耸了,无声地退出了出此地,他怕惹出一个大佬级强者。 他自然一眼看出对方的意图,占据孙家密库,接收所有宝物,将这里演化为道场。 若是三年后,神话彻底腐朽,烈仙坠落后,再也无法崛起,那么对方也不用太担心。 早已提前布局,入主了一个财阀,不至于成为凡人后过的七七惨惨,依旧可以呼风唤雨。 周冲叹息,两千多年过去了,沧海桑田,人间变了样,连凡人都能重创烈仙了,这是他想不到,也接受不了的事。 在他那个时代,一个超凡者下场的话,可以改朝换代。 在这个新时代,三日内,他都经历了什么? 先是在圆池山被战舰轰击,毁掉了通道,今天在这里,又被一个机械人多次打爆血色身影。 这人间换了天啊! 他轻叹,觉得要折服一段时间,养伤,并去熟悉与适应新兴现有的一切。 灯!一道恐怖的光束从天外落下,打在他的身上,让他惊怒。 虽然他走神了,但也有其他因素,有同从层次的生灵在针对他。 高空中,五号机械人坐在孙家的战舰中,亲自指挥,轰杀周冲。 周冲的针骨咔嚓一声,断裂了,血液溅起,他怒吼,带着被震的嗡嗡作响锁魂中,沉入地下。 他一吐顿逃走了。 周冲从来没有想过,会有这样狼狈的一天,回归人世间后,竟是如此的惨烈与屈辱,还有比他更凄惨的羽化之人吗? 康宁城平静了,但是外界却一片嘈杂声,激起巨大的波澜。 即便孙家想隐瞒,也根本瞒不住,各方逼问,再加上有些人推演与揭秘等,人们解析出很多真相。 袁池山有个超凡者的聚会,孙家想要一窝端,以战舰攻击,血洗所有人,结果捅了马蜂窝。 这当中,自然少不了阿贡财团的格兰特皆是真相,他悲痛欲绝,常对人说,他做梦都会听到克里斯汀的哭诉,死得很凄惨。 有超凡者在报复孙家,但不是王轩。 剑仙呢,他该不会死在袁池山了吧?被孙家的战舰轰杀了。 一连很多天,袁池山事件不断发酵,有人关注的是血影到底有多强,有人在推测那个机械人的来历,也有人在谈论王轩的生死。 王轩该不会真的被孙家干掉了吧?有熟人担忧? 一连很多天,王轩都不见踪影,没有关于他的点滴信息,连忠诚,周云等人都心头沉重了。 林教授,秦成,更是不断给各方打电话,想要找到王轩,很是忧虑,怕他出意外。 难道王轩真出事了?连关林都在皱眉。 老陈摇头,很有信心,根本不认为他会死,但还是开口道,如果这小子命短,真出了意外,那以后,我儿子就叫陈轩。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,王轩始终没有出现,许多熟人都心中没底了。 至于其他人更是觉得,剑仙死了? 王轩折服山林中,他觉得不被人打扰,没有才发监控,这样的修行很纯粹,难得摆脱了孙家等人的目光,他在安静地修行。 这段日子,他主要在研究金色竹简,苍武这部至高经文,一切都是为了定路。 此外,他也在缓慢地计练斩神奇,这东西太恐怖了,只能用时间去熬,小心翼翼地接触它。 在王轩消失的两个月,外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,关于超凡的议论不再稀奇,甚至有人提及了猎先的各种传说等。 财阀中有些高层人物受到了不小的影响,因为家中时有异常之事发生,比如有骨气复苏,另外有人在托梦。 超凡在接近现实,神话仿佛要归来。 旧树领域以正统自居的那个家族,在古代时曾有树人成仙,如今这个家族越发地活跃了,似乎有什么事正在发生。 此外,新年消失不见的几个旧树世家,也都冒头了,有人走出。 那群人被隔绝在超凡星球上很多年,而今超物质正在退潮,或许能将它们接回来了。 财阀中,也有人在这样商议。 一切都如王轩所料的那样,在这个特殊的时代,各种牛鬼蛇神似乎都在冒出,新兴越发地不宁静了。